悟空闹电影细说不胡说 今天跟大家讲一讲经典的泰国恐怖片凌晨三点 由三个恐怖的小故事组成 第一个叫做鬼发 开场是一个人在给一个女士剪头发 为啥要剪头发呢 原来是想要卖钱呢 很快这些头发就到了女主小美经营的假发店 她丝毫没有察觉 认真的工作着 突然出现了一只鬼神 湿大大的 她发现了异样 回头也没看到什么 到了晚上就开始流鼻血了 开始清洗 水很快满了却冲不下去 看来这下水道又被头发给堵住了 掏出来之后又有了鬼吵 原来是在做梦 吓死人了 这时妹妹带着几个朋友来家里玩 大家在露台喝酒讲故事 其中一个小伙伴还拿了一领假发玩 小美很是生气 让他们不要乱动自己的东西 姐妹俩吵了起来 小伙伴赶紧下楼去放假发 发觉有些不大对劲了 无气抹黑的还挺恐怖 突然一只鬼手出现在假发里 小伙伴尖叫起来 等到众人下楼 他已经死掉了 大家想要开门出去 钥匙却断了 朋友去找别的东西砸开门 遇到了超强攻击力的家伙 又一个领盒犯 接着唯一的男性跑去了天台 想要逃走 就刮起了一腰风 头发在空中飞舞 朋友被吹到砸中钉子里的便当 只剩下姐妹俩 她们躲回了屋子里 突然灯全都熄灭了 湿大大的女鬼出现在了背后 小美被关进了加温消毒机 温度渐渐上升 直去爆炸 妹妹被弹开晕了过去 等到醒来 已经天亮了 她以为自己逃过了一劫 没想到爸妈 却看不见她 原来她已经死了 而小美也凄惨地被鬼附身了 看来又进行新一轮的报复 哎 为了点头发 这鬼也真舍得下狠手 好的 我们接下来来讲第二个故事 这次一开场就是一个葬礼 两具棺材 还有婚纱照 看来是要把两个人合葬 男主小李是负责看守棺材的工作人员 可是他却很手剑地 想要打开来看看 典型的脑子有病啊 这有啥好看的 很快负责化妆的女士走了 整栋别墅只剩下她一个人 气氛有些诡异 而小李却像没事人一样 到处溜达 还躺到了卧室的大床上 这时音乐盒自己转动了起来 他根本没有留意 把准备好的食物拿到了大厅 突然 一只打酱油的壁虎掉进棺材里 他赶紧扳开 发现里面的新娘真的是超美啊 瞬间就起了色心 不过也没敢干啥就回到了房间里 继续摆弄屋里的摆设 找到了一个相机 里面有新娘生前的照片 貌似被虐待了 这时他听到了什么声音 门锁上有根线 顺着找过去 发现新娘被人从后面抱住了 哎 又是场梦啊 看来这坏事来临之前 主角们都爱做梦啊 醒来之后 小李觉得很心疼 把新郎的棺材推到了佛像面前 然后开始对新娘做一些很重口味的事情 天哪 放我下去 这不是去往幼儿园的车 简直太邪恶了 就这样过了几天 新郎突然不见了 小李跑去看后 又是一只手 赶忙回卧室之后 自己女神也不见了 还被一只手拖进了床底下 真的是不作就不会死了 紧接着画面一转 出现了两人生前的场景 原来新郎并没有虐待新娘 只是新娘一直有病 喜欢伤害自己 他才把她绑了起来 后来两人还是死在了一起 可现在明白这些 也已经迟了 小李就这样被关进了棺子 喊救命也没有用 谁会放你出去 外面可只有鬼呀 第三个故事发生在办公室 此时已经快十二点了 键盘在动 打卡机在亮 一个鼠标 全部都在自己动 好诡异的氛围 接着一个美女登场 她假装认真工作 骗加班费 其实在跟网友聊天 这时有两个人要下班了 临走之前还调戏了一下保安 突然身后有动静 回头一看吓得四处逃窜 美女听见动静之后 注意到了身后 电脑开始闪烁 椅子突然转动起来 接着每台电脑都亮了起来 被吓坏了赶紧逃走 原来是这两个老板在搞鬼 为的就是惩罚那些晚上 假装加班 骗加班费的员工 这时开头被吓到的 两个员工却出现了 想要捉弄一下老板 不过没吓到 这时保安醒来 打了个电话 貌似楼下有事 急匆匆的走了 员工们真的准备走了 这间办公室里只剩下阿迪了 听到外面有动静 打开门去看看 以为是鬼影 再一看是个拖把 冰箱又开始抖动 哼又想杀我 没那么容易 直接一脚踢上去 这时 另一个老板阿仁来了 打开冰箱门 里面什么都没有 阿迪好像察觉到了什么 突然里面爬出了一个女孩 哎呀妈呀 真紫吗 阿迪心脏都快跳出来了 玩命的飞奔 打开门 我去又来了一个 吓死个人了 原来还是恶作剧啊 人儿有什么不对劲 阿迪躺在地上 一动也不动 天哪 居然没气了 确定 这次不是恶作剧吗 阿人发话了 让那两人快回家 这件事就天知地知 你知我知 这是要毁尸灭迹吗 这时 真紫尖叫了一声 发现他的眼睛睁开了 深少帮他去闭眼 突然 他就起来了 我去 又是恶作剧啊 这玩笑可不好玩啊 阿迪表示 自己只是以奇人之道 还治奇人之身而已 这时外面又传了一些动静 一开门 我的天 阿人上吊了 又在恶作剧吗 还在演 还在翻白眼了 差点又当真了 原来 后面是有根钢丝 此时已经快到凌晨三点了 女孩受不了了 叫他们赶紧回去 三点是鬼魂出没的时刻 阿人让男员工帮他去找焦带 发现了一双腿 又是阿迪 这次还会是恶作剧吗 这时阿人突然想起之前 他吓唬阿迪的事 所以他早死了 那和他们一起的是什么玩意儿 这次应该不是恶作剧了 突然外面传来了一个人的声音 可是这里只有他们几个 是谁在外面 好像是阿迪 那个人慢慢的走过来了 这下玩大发了 关键时刻突然停电了 众人跑了出去 可是又出不去 阿人这次想起来 钥匙在自己房间 并让员工俩去拿 复印机里不停的有东西在落下 原来是各种打印的照片 阿迪在生前就喜欢捉弄人 如果他变成鬼 岂不是要变本加厉 这时一张他的照片飞来 贴在了男员工的脸上 他居然把自己的脸 放在了复印机上 照片就是这样复印出来的 两人逃进了老板的办公室 找到钥匙 正准备要走 貌似又看到了什么 我擦 阿人怎么在这儿 画面开始闪回 原来他之前上吊踩空了 真是作大死 所以两个鬼在和他们闹着玩 拼命的想离开 突然发现外面好像有人影 吓妙了 进来的是变成鬼的阿人 真的是要了命了 他们逃到了楼梯 女员工发现了自己的鞋子 画面又回到了办公室 你妹呀 又是恶作剧 编剧 我们出来聊聊人生吧 两人真的是在用生命吓人 终于三点到了 两人收拾收拾赶紧回家了 进入电梯 发现俩员工也在里面 阿迪接了一个电话 什么事情 原来两人早在故事刚开始的时候 就被吓得掉下楼去 保安被喊到楼下 就是为了这件事 这下玩得开心了吧 几个人可以在电梯里玩一辈子 故事也到此结束 经典的泰国风格 有搞笑 也有恐怖 主角都是大美女 还是挺推荐观看的 好了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 CNAS